嗨 大家好 今天礼拜三好 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我们第一位来宾林玉峰 大家好 我是玉峰 第二位是杨明 嗨 大家晚安 我们刚听到一个最新消息 说那个王治安是不是 他已经被判五年之内都不可以进来了 两岸都禁止他回去 怎么会绿的人说他是中共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也不容易啊 同时惹怒了 红的说他不是红的 绿的说他红 他是因为开一个调查采访的节目 然后得罪了中国当权 对啊 怎么把他讲成说他是中国派来的什么的 还是说这个标签比较容易 大家听的会堵然 没有啦 我觉得关键是因为 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嘛 中国就直接想到 光是中国人 你又没有挺 你又没有很明确的表达你挺民进党 如果你今天中国人表达你挺民进党 就可以去主持节目 你在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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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 对啊 一时间转不过来 你说谁 你必须告诉我答案 否则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我们有点 自行对号入座 问题你讲的人不在这里啊 他怎么对号入座 不是啊 就是有啊 之前有啊 有节目主持人就是这个啊 对岸的民运人士啊 那个什么两个字的那个 哦 突然忍掉 你只要表达挺中国的这个 挺民进党政府的这个立场 就有很多资源 批判在野党 立刻资源就来 就会变成反共意识 你就会变成民运人士 王丹也可以啊 对不对 刚以为一时间以为 阳明报了什么大料这样 没有什么料啊 害我惊呼了一下 这不是说大家都知道 刚开场就大独家 五年算是最重的啦 是非法工作 就是在台未经许可工作的 最上限的处罚 那算是怎么 他上次上节目 已经好久以前 怎么都没有人发现 可那时候没有撞在枪口上啊 还是那个时候 你刚刚算完之后脸都沉了耶 你现在讲的跟刚刚的表情差很多 你刚刚自己算完之后 头皮发麻呢 对啊 我就想说 有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 有没有凹的方法 对 我想说算了算了 我就忘记这件事好了 不要cue你了 因为我那时候算完 我们我们要想说 吃个水果压压经 吃水果压压经 你可以解释 请大家先吃水梨 再吃苹果 再吃樱桃 不然那个 你可以解释说 因为数字是州长开的 跟你无关 对 哎数字 州长代赛啦 销售代赛